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演藝圈能夠幫我完成 這所謂高處不剩 咪咪現在就是演藝圈的很多 為什麼還有那麼多 要出來搶我的工作 誰是爛番鼠 誰是充鳥蛋 誰 就是你 為什麼 為什麼 你告訴我為什麼 因為製作費緊縮 所以你看在我臉上看出兩個字 哪兩個字 不是啦 低臉 低臉 所以你下來不要站那麼高 扶我一下 你呢 就負責當我們的特別來賓 那我就是不特別來賓 叫做劉胡秋 我們就是 沒錯 我們就是一個美舞主持人的節目 怎樣 哈哈 很不幸的接下來就是這兩位練人 哈笑的傢伙 每週要來告訴大家 雷白要吃什麼 相信很多人到了週末 都要在苦腦要吃什麼 吃飯吃麵吃自己 今天就讓我們來為你解惑啦 要報理在週末的三餐 你有什麼好選項 從早餐開始 先來個奶油燻雞鐵板麵 入口滑溜好滋味 再去品嘗手工製作的胡椒餅夾蛋 傳統口味讓人愛不釋手 中午到了 來份中和人最愛的腿褲飯 肥瘦煎拌讓你白飯一碗接一碗 再來一句杭阿奈的好味道 酥炸土頭魚 咬過那條 道地的美味 只有中永和才吃得到 接著晚餐加宵夜 一碗香菇肉粥配紅燒肉 炸雞捲還有炸豆腐 吃到你不要不要的 最後登場的是晚餐宵夜的霸主 麻醬陽春麵 搭配滷味小菜 看得我口水直溜啊 新奇往事 咱們要開吃囉 所以說 跟你一起搭檔主持 其實就等於我自己一個人 獨挑大樑主持 不是 你還有我嗎 那昨天答應你的那個通告費 我覺得是應該要再稍微調整一下 我原本給你那個數字 我覺得差不多 Double Double 再Double 其實就是我平常一個人主持 好…我跟你講… 這樣是很合理的 我跟你講 怎麼樣 老梗來了 有飛碟 對啊 哪裡啊 哪裡有 飛碟啊 沒有飛碟 有天空 摩托車 摩托車 店家 我跟你講 今天我們就是要來告訴觀眾 禮拜六日三餐要吃什麼 早餐的話我先來 但是這一家店 我實在有點不想講 因為很容易爆滿 很容易爆滿 對 很有可能 我們爆了之後 他可能就會開始大白長龍 不一定啦 因為我們節目不見得有人開 這樣子對不對 那收工囉 走... 不是啦... 你就讓我賣個關子嘛 好啦... 那到底這家吃什麼的吧 蛋餅 鐵板麵 鐵板麵 就是西式的早餐 唉唷 你這一次喔 背得比較好 真的 你不要緊張 我覺得第一個點 我真的比較緊張 你不要一直弄我 在這裡啦 我沒有弄你 你自己弄你自己啊 你很奇怪 老手不要緊張啦 因為你不重要 知道嗎 這家在巷子裡的早餐 可是忠永和交界的好味道 有著中西式的早點 頭家秉持著新鮮現點現做 用料大方 價錢親民 所以許多地方媽媽都是常客 就來聽聽他們的現身說法吧 那蛋餅吃起來怎麼樣 就是跟外面蛋餅 差很多 差很多 不是差不多 是差很多 因為外面蛋餅 就是可能煎起來就是 口感比較硬 它就是外皮比較爽 醬油就是 不是原味的 它還有蒜味 蒜味 這是什麼 奶油燻雞麵 奶油燻雞麵 對 妳這家店妳常來嗎 對 從女兒小時候開始吃到現在 那妳女兒現在是多大 我小一點點 我還以為國中 我以為大學了 奇怪了 那妳來都會吃這個 對 一般吃到奶油會比較多 對 因為它奶油味 就甜味不會很膩 然後跟燻雞混在一起 就一起混合那個味道 就味道很香 我看它還有和蛋 還有蛋 蛋在哪裡 是散蛋 把一點點 散蛋 我沒看過這樣 它把蛋就是 跟奶油和在一起 然後炒那個麵 對 它不會那麼膩 不會那麼膩 好酷喔 那這個是什麼 老闆娘吃 這個是辣椒 我等一下說為什麼 因為這間店 妳一個禮拜來三次 妳看不出來 那個是老闆娘自己炒的辣椒 原來妳叫我先裝不認識 所以這是 就為了現在 你們兩個明明從小認識到大 她女兒一歲的時候 妳就認識了 再給我裝不認識 沒錯 這家店就是好趣味推薦的 跟這些媽媽有好交情 也不奇怪 不過東西好不好吃 就要來現場吃香 吃看看 Yeah 算 我覺得剛剛那位小姐講得很好 你是說猴沛城嗎 就是三 什麼七八像 三 三 兩八像的話 沒有啊 剛剛你們是幾像 三七八 對啊 我就是忘了前面三而已 好 什麼七八像 什麼七八像 對啊 它講得很好 怎麼樣 散蛋很酷 這個散蛋很屌 它就是很有那種西式嘛 蛋草的這樣 濕濕脆脆的感覺 把它這樣澆下去 其實光是它的外型 外觀就有點相當吸引 我吃一下 我認為它吃起來一定會更入味 我相信 真的好吃 是啊 真的好吃 這一下真的好吃 這個散蛋好重要 這個散蛋把醬全部都已經拔起來 在口中黏黏黏黏的感覺 更強烈 但這樣就像你講了 它的麵是稍微更粗一點 所以那個彈性 Q彈的感覺會更強烈一點 然後再加上很棒的是 我們剛剛吃那個燻雞 吃起來你會覺得 那燻雞那個 有時候鹹味會太重 不會剛剛好 真的好吃 為什麼我想介紹這家麵 因為外面看到的鐵板麵 大部分都是那種 意大利紅醬 對 那紅醬難免在早上吃起來的時候 口味會比較重一點 對 可是這個奶油燻雞 雖然它是奶油 但它奶油是清爽的 再加上洋蔥有點提味 對 然後燻雞的味道對 小阿剛說得對 它的燻雞不是屬於重鹹食的 它是有味道的 然後醬料 麵條 燻雞 再加上洋蔥還有這個散蛋 附在一起 這一盤絕美 果然是個絕美的奶油燻雞麵 麵條是外面少見的烏龍麵體 流竄著奶油加蛋液 一入口麵滑順不膩 燻雞肉軟嫩味道棒 一天的開始從這鐵板麵出發 也太幸福了吧 美味 蛋餅我覺得我個人最喜愛的是 鮪魚蛋餅 然後加上它這個醬料 它們是蒜蓉醬 蒜蓉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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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起來之後 滿足 它蛋餅不是那種外皮很脆很脆那種 可是它是可以吃到那個麵皮的香味 它裡面的蛋呢 它不一定每次一樣 它有時候 那個阿姨在煎的時候 就打一下 就下去煎了 所以有時候你還是要蛋白 它不會是和得很 我懂你意思 你懂他懂嗎 我懂你意思 可是散蛋有點類似 剛剛是散蛋它現在是混蛋 混蛋 混蛋 對 你不要罵人 所以加上它那個醬汁吃在一起的時候 在鮪魚的 因為它鮪魚是大 我覺得是比較多的大塊肉的 那個層次很分明 吃起來非常好吃 好吃耶 它的麵很有嚼勁 我覺得這家店 從剛剛的麵到這邊的蛋餅 它都是用食物的原味去吸引 做搭配重新組合 對... 原來就是這個味啦 說到蛋餅 這家店真的與眾不同 光是鮪魚放的量 就沒有再手軟的 滿滿的餡料 沾上店家特調的蒜蓉醬 大口吃下去 滋味在口中爆發 非常的滿足 要說美味的蛋餅哪裡找 這家店絕對可以說 是蛋餅的專家啦 就是你自從單身的時候 你就喜歡來這邊吸引一些 年輕媽媽嗎 對不對 你之前跟我說的嘛 對... 就是來吃早餐 然後我最常做的事情 就買單你知道嗎 買單 全部買單 只要是40歲以下的我都買單 你把這裡當成POP在那個 大拳場夜一杯我請客 這樣子 等一下你是不是真的很緊張 不是 因為我怕我會忘記 你知道嗎 所以你很緊張對不對 對 我知道 我以前真的覺得 你是一個很棒的 一個製作人 就是你教我好多東西 你知道嗎 你教我說主持應該要怎麼樣 然後應該要不要記 不要死背 然後你講口感應該怎麼樣 我發現 你自己表現出來 怎麼這麼爛啊 怎麼會這樣子 等等回來 還有拒絕曝光的傳統早餐 胡椒餅夾蛋 這家做餅名店 你不能不知道 接著中午到了 滷汁腿酷飯 光用看的就讓我口水直流 千萬不要轉台喔 怎麼樣 好吃吧 好吃 好吃 但我對你還是有一點失望 為什麼 你住哪裡啊 中永和啊 這裡是中永和吧 是啊 中永和最有名的早餐是誰 你不用說 我又是永和豆漿嗎 不是 那你又住在中永和 你來到我住中永和 然後還吃永和豆漿 到處都是 不就越嫌普通了一點嗎 怎麼會普通呢 你既然你是中永和的人 你就要在這麼多的永和豆漿裡面 幫我找出一個最特別的啊 你是不是沒有找到 我找到了 你找到了 你真的是 你有沒有吃過永和豆漿 還有賣胡椒餅的 胡椒餅哪一家 永和豆漿賣胡椒餅 永和豆漿賣胡椒餅 非常厲害 我跟你說 就在這邊 被擋到了 就在那邊就對了 很近 攝影機有拍到嗎 有... 有... 有對不對 就在那裡 等一下... 但是有一個很小 非常小 一咪咪這麼一咪咪的小問題 你沒有什麼問題的 就是說 他... 那你怎麼講 對於吃我是非常熱愛的 是 我這樣一去 他沒有不給拍的事情嘛 那對...那更該你去不是嗎 不要 你去 為什麼 猜拳 來啊... 奇怪了 剪刀石頭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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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我會...那是蝦 我會怕 我要吃... 胡椒餅 我會怕 冰豆漿 不要怕... 怕什麼啦 老闆人很好啦 真的 我跟他聊過 老闆人很好 真的 你確定喔 真的 老闆人 好好笑喔 確定 老闆人超好的 我上次... 我上次只不過跟他講 不好意思 我們是... 我們是什麼節目 還沒講節目名證 他拿那個擀麵棍 差點給我靠下去 我本來超學 蛤... 這家店不給拍 我說哈老大 你是怎麼辦事的 因為這家店很低調 製作單位也只能偷偷拍攝 不過網路上有說 這家可是中和必吃的傳統早餐 胡椒餅就是這家店的招牌喔 胡椒餅 你可要給我使命必達耶 這個... 怎麼樣...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看一下 你... 你有沒有怎麼樣 你偷... 偷被剃光 沒事 等一下 你沒事吧 等一下 老闆有沒有對的 我付錢啦 我知道 我會買什麼 但是這個現場剩下的東西不多 我只拿到這些啦 你有沒有買到它最有名的胡椒餅 是這個吧 可是我跟你說很特別喔 它不是我想像中的胡椒餅 但它很特別 你看一下 等一下 不好意思 帶著防火 它好燙喔 它好燙 你看 你說這個是胡椒餅 對... 這是... 蔥花卷啊 對 蔥花卷 但是它上面有撒滿胡椒 它是... 它是這種 所以它不是我們平常 想像中那個 裡面有一大塊肉的那個胡椒餅 對...不是那種胡椒餅 不一樣 所以它也叫做胡椒餅 胡椒餅 是 它是就是像這樣的一個蔥花餅 蔥花卷 對 蔥花卷 蔥花餅 然後上面撒滿胡椒 因為我們通常吃的是沒有撒胡椒的 那如果是這樣 我也可以叫它芝麻餅 上面撒滿芝麻 不是嗎 都可以啊 都可以啊 你都是我叫它義大利麵也可以啊 對不起 差太多了啦 你們兩個夠了沒 乾脆叫它糖葫蘆怎麼樣 不要亂講喔 味道怎麼樣可以說清楚嗎 很好吃 它的外型你看 你會覺得它可能會稍微硬一點 是 是那種很脆 很比較... 因為看起來真的有點硬 你看光看它那個樣子 沒有 不要說看起來 摸起來都有點硬 摸起來都有點硬 對 你看看這邊 感覺就很紮實 但是吃下去 我的天啊 超級軟嫩的 它中間這一層超軟嫩 但是外層呢 非常酥脆 然後再加上它那個蛋 中間那個蛋你一咬下去 你會... 因為它那個軟嫩到 你會覺得說 蛋是不是沒有很熟 不對 它蛋明明是全熟的 但是就是因為中間它那個餅 中間的餅 太嫩太軟了 而且我沒有想到它有點 像是夾心的感覺 就兩個外面是脆的 然後你咬下去非常的軟Q 然後它的芝麻香味非常的足夠 而且外面這個 外層這個 外面這個 它帶有一點焦香味 因為它口味 有點快焦了 但是又不焦 有一點焦香味 加上那個麵... 麵...麵...麵...麵粉的味道 嗯... 好吃 真的好吃 真的好好吃喔 而且你會... 其實我剛剛一咬下去 我會有一種以為它是 那種厚蛋的那種錯覺 為什麼 因為它的蛋軟軟嫩嫩 再加上它裡面那個內層的餅 也是非常軟嫩 你會有一種錯覺說 我怎麼咬了這麼厚的蛋 但其實不是 它是因為那個餅太軟嫩的 所以你會覺得說 把餅你也把它當成蛋的錯覺 這不是錯覺耶 這是好吃的秘訣耶 這個胡椒餅 據可靠的消息回報 每天至少熱賣500個以上 外皮酥脆內層軟嫩 加上蔥蛋 這絕對是內外兼具的好點心 早餐中的霸主啊 我也好想吃一個喔 拜託 那我隨手還有拿到別的 那你隨手還拿到什麼 因為它真的也算不多了 其實我們有點晚 因為你是外神人對不對 我心裡想 這個東西你應該會認識 我如果沒有誤會的話 這應該是甜餅是不是 小甜餅 通常這個小甜餅啊 它不用吃 我們這樣一直這樣就咬下去 它會脆脆的 裡面會稍微有點空空的 然後有一層那個麥芽 麥芽糖 麥芽糖 不一樣耶 它有夾什麼 葡萄乾 葡萄乾 不一樣 我只能說 這家的師傅 他上次 你跟我說他拿擀麵棍打你 對不對 沒有啦 我跟你說那個擀麵棍 絕對是他的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製餅的功夫 太厲害了 從剛剛那個胡椒餅 到現在這個小甜餅 你都完全感受得到 它那個外層酥 內層軟的那個頭板 而且是發揮到的極致 極致 一般的小甜餅我們吃會乾乾的 這個是很濕潤的 內層很濕潤 然後再加一點那個葡萄乾 那葡萄乾你這樣咬起來 有點脆脆的 然後你這樣咬… 然後那個甜味跑出來 很特別 這很特別 我覺得它這個 跟胡椒餅有做出區隔了 不一樣 對 因為胡椒餅是脆的 外皮是脆的 它的是酥的 這是酥的 而且它很像 魚餅那個叫什麼 蛋黃酥 蛋黃酥 蛋黃酥的外面的頭板 對… 然後剛剛我也有吃到一顆葡萄乾 不知道為什麼 葡萄乾一般來講 我是不會愛吃它的 真的嗎 可是放在這裡面 搭 很搭 很搭就是超match 這個甜點小物 有著千層的外皮 入口清甜 可以吃到餅皮的香氣 帶著芝麻味 葡萄乾的畫龍點睛 更讓甜餅分數瞬間加倍 能夠吃到如此神物 也太幸福了吧 到底算你早的還是我早的 這家是我查的 你去找的 反正最後受惠的 都是觀眾朋友 對啊… 不管是什麼早餐 他們在週末六日 有了一個新的選項 真的 你剛剛那句話好好看 但我喜歡 我還差點要除你 還要跳 不用跳了 早餐的部分結束了 我覺得我比較厲害 所以呢 所以 所以我贏啊 所以 你贏 不是 你還不給拍耶 你贏 而且那一家 我那家年輕人一定會非常喜歡的 不是… 你有沒有聽過一首歌 什麼歌 美食總是老得好 好… 你怎麼會上啊 要比是不是 對啊 這首歌大家都知道 OK… 現在中午了 我跟你講 美食總是出現在不起眼的地方 有時候看到一張桌子 一張椅子 美食就出現了 就坐下吃了 對 就會這麼莫名其妙的坐下 就要吃了 真的耶 看起來很不錯 腿褲飯 不好意思 這你的 不好意思… 一張椅子 一張椅子 就是人家點的啦 就是沒事 就會出現 在那邊 你們兩隻貪吃也要有點分寸好嗎 大家都在排隊啊 這家小店熱賣的就是 豬腳飯 十里之外就可以聞到 滷汁的香氣 老滷鍋浮浮沉沉 有滷蛋 油豆腐還有豬腳滷腿褲 像這樣美味的食物 請你們自己排隊好嗎 太香了吧 不是 你光看這一塊肉 我最喜歡就是吃這種 像這種腿褲飯啊 有這種 旁邊吃那種肥肉 等一下 我覺得老闆娘偏心 幹嘛 你的那麼大塊 我的還好耶 哪有啊 拜託 我剛剛他一邊切 我一邊 二十里三 他越聽越開心 就一直切啊 我覺得他喜歡你 那也沒有辦法 但是我聽說我已經結婚了 不好意思老闆娘 我已經結婚了 對啊 是啊 亮… 家常味道 是 這種滷豬腳滷皮糖啊 它那滷汁 其實我們也吃得多了啦 說真的 大部分吃起來 我們都會說它會一直烤… 烤到那個整個汁 它那個湯汁全部都是非常濃稠 濃縮縮的 這個感覺就像我媽媽 自己在家裡滷那個豬腳 它不會說滷很久 那它的湯汁呢 並不是說 它不會說濃稠到那個 好像已經像這個幾乎 要收乾了 不會 對… 還是一個比較… 比較稍微不是那麼濃的感覺 但是味道已經全部進去了 這就是小時候吃到的味道 真的 你整個湯 你整個湯 我還要等他 等我一下 你不要出這種奇怪的聲音 不要說流胡鬚啦 連我看了都口水直流 帶皮帶肉的腿褲 有著流量的外觀 入口可以吃到外皮Q彈 入味而不膩 肉的部分完全不柴 已經被滷到軟爛 非常順口也難怪 大隻哈白飯一口接一口 停不了手 好啦 那那個… 我覺得剛剛你還特地… 特地說 對 我還另外再加一個那個 我知道你是有目的的 對 因為有沒有滷得透 滷汁有沒有進去 這個東西完全騙不了 我吃一下 果然我覺得 老闆選用這種比較小塊 但是更傳統一點的油豆腐 太聰明了 怎麼說 它那個滷汁會… 有一點點噴出來 噴不來 這個油豆腐啊 日文又叫阿布拉雞 阿布拉雞 阿布拉雞 那我覺得老闆沒有偷懶 為什麼 其實會偷懶 切一塊 切一個洞 讓滷汁流竄進去 但是它在那個鍋子裡 其實這個四方的小物 在那邊浮浮沉沉… 那它有沒有洗到 其實說真的 你很過分 你都直接一口吃 給觀眾看一下裡面 你看 它裡面是有顏色的 氣孔裡面都布滿了這些顏色 加上我覺得它這個豆腐 是特別另外定做的 不是定做 特別另外比較古早味一點 吃起來它那個豆香更濃郁 所以這樣子整個滷汁的香味 像豆香的感覺這樣夾雜在一起 很過癮 又可以再吃一碗飯 老闆我還有一碗飯 我還有一碗飯 等一下一正常的就好了 我要加滷汁喔 我們還有好幾家店 我管不了那麼多 我現在管不了那麼多 這家店就是會讓你管不了這麼多 猛吃啦 給我記住只顧自己吃 另外如果你想要來個清爽的湯品 這裡還有台式關東煮 湯頭清甜好喝 裡面的甜不辣跟竹輪 更是超推薦的小物 這家店讓你走過路過 可千萬不要錯過啊 真的好吃跟我說 你先飯回好了 人生有個真正的朋友 吃得太好了 半分 中餐這樣就吃飽了嗎 廣告回來 還有永和60年的老店 吐托魚打過頭 這麼大的炸吐托魚也太迷人了吧 接著晚餐家宵夜 公園旁的美味奇蹟 香菇肉粥搭配紅燒肉與赤肉捲 這樣的好味道只在新奇往食 不用看了啦 你沒有聞到空氣中 有一股很濃的味道嗎 是一股成年的老味道 大概三十幾年 正確 就是你放屁 不是 我們是美食節目 你幹嘛屁啊屁的 誰要看啊 對不起… 奇怪 那…那是什麼 幾個字… 學了 三個字… 第一個字…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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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兄弟… 好兄弟… 木塘不是木…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也沒有那麼誇張 沒有那麼可憐 是土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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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三 牛 土駝都出來了 土駝魚 奇怪好不好 就是土駝魚嘛 好… 你沒有聞到那個… 土駝魚 那股鮮味 對啊 走啦 真的很好吃的啦 哈老大不愧是美食巨人啦 這樣隱身巷弄的老味道 你也能找到 這間超過一甲子的老店 可是陪伴許多永和人長大的 最厲害的就是 這比大母哥還大的 酥炸土駝魚 當然還有美味飄香的 蔬菜跟湯啦 光用看的就等不及啦 要開吃了沒 快來吧 來… 功夫 這家裡 一甲子 一甲子的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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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年了 你的工夫好像有點落空 對…一落 但是你說這家開了六十年 他以前在巷子烤 現在搬到巷子內 就為了什麼 因為現在流行行啊來的美食嘛 行啊來的 可是 聽說搬進來以後 燃潮完全沒有減少 沒有減少 這什麼時間 現在大概是 快兩點 兩點 這個時間 還是高朋滿座 對不對 可是我剛剛看到 每一桌桌上都有 都有一個這個 應該就是你剛剛 當然就是土多魚根啊 先乾吃 因為我看很多 其實很多人都是先乾吃 乾吃 有乾絲分離 馬上變濕吃了 很好吃耶 肉這麼大一塊 但裡面完全不會乾 是 對 還是有那個魚的那個 它那個汁 肉湯熬出來 有一些土頭魚啊 他是喜歡加一些佐料 米酒 或者是可能鹽巴 就是一些調味料 各種調味料 那吃起來當然它有 它不同的味道 那可能有一定的比例 可是這個 我敢說 它除了鮮味之外 它沒有帶其他不一樣的味道 就是很鮮 然後魚肉吃起來很Q 它雖然看起來很酥很脆 感覺好像 有點乾 但是你咬起來 它其實是juicy 外皮是這樣子啊 外皮就是只能做到 增加口感 不想味 對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很厲害 很簡單撒一點胡椒粉 很好吃 當然嘛好吃 金黃色的外皮是老闆 現點現炸 超薄脆 大口咬下 土拖魚的鮮 立馬湧現 一絲一絲的魚肉 口感超棒 獲著湯一起吃 味道絕佳 酥炸土拖魚 真是猴猴美啊 它的鮮 跟你一樣是 厚實的 很厚實 吃一下 它的鮮真的很厚實 但是呢 因為它的湯 其實它是稍微 勾芡 稍微再厚一點點 所以它其實可以 雖然說鮮 它感覺不是那麼細 它不會說 直接帶上很多湯汁 但是 因為它的鮮勾得 剛剛好 稍微多一點點 所以還是可以 帶在那個 會讓它們一起吃 一起吃掉 感覺 你好像鮮 它那個勾芡稍微厚一點點 但是喝到嘴巴裡面 其實它是清爽的 這樣搭配起來 是很舒服的 那你可以放開我的手 你為什麼不給我吃 我不想給你吃 我吃一口 不是 因為經費有限 不是 我們兩個人 要一碗吃 你怎麼跟它們一起吃好了 奇怪 可以嗎 最好的一口 一口 非常Q彈 而且是軟彈的那一種 然後它屬於 老闆直接就這樣 這不是我們自己加的 醋可能偏多了一點 烏醋的部分比較偏多一點 所以它的湯頭呢 是酸酸甜甜的 然後再加上很多裡面 裡面有滷白菜啦 大白菜啦 木耳啦 蔬菜下得很夠本 下得很夠本 那個濃郁的湯頭 這樣喝下去 飽足感十足 再加上 再配一口那個 怎麼了... 龜仔條 龜仔條 龜條聽起來 如果沒有聽完的話 會不知道你在講 會... 以為你在說別的東西 就是一口湯 一口龜仔條 再加上那一個 土豆魚跟炸魚 就這一碗 就是這個巷子底 最美味的東西 很夠本 我不信... 真的有這麼過癮 後秋衛回來有講 很少羹湯 會有這麼鮮甜清爽的好味道 就是因為老闆加入了 大量的蔬菜燉煮 這種自然的甜味 外面是吃不到的 加上龜仔條 是非常的滑溜順口 這家店怎麼可以這麼好吃 阿娘喂 它開的時間很棒 它不會像有些店 兩點可能就休息到五點 但是它沒有賣晚餐 它是民族 它只到五點而已 真的嗎 只到五點 如果你要當晚餐吃 你四五點就要來 因為他們都要這個時間 也就蠻好的 在這裡要提醒一下觀眾朋友 小菜是每天限量的 尤其是滷豬皮 想吃你要趁早 這家店不只我們推 網友也超推 來看這家店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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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好好好 世界 重生起 永不安定 我倆也不別管 幹什麼東西 不是吧 大家都 大家都是只有老婆有家事 不是弄這個幹什麼嘛 不是 你有老婆 我有老婆很公平啊 我沒辦法看你超過三秒鐘很噁心 我就是想說在晚餐之前跟你一起 動一動一動一動可以多吃一點嘛 所以我選擇了這個公園嘛 這個公園旁邊有一家必吃的 宵夜間晚餐 就是晚餐間宵夜 晚餐又宵夜 一吃就把它搞定了 好不好 吃什麼吃什麼 不重要吃什麼我們去看 晚餐間宵夜這間店 絕對是四號公園旁的首選啊 賣的就是香菇肉粥 當然一定有人人愛的炸物點心 吃肉粥就是要配紅燒肉跟雞捲 廢話不多說開動囉 鮮花開 炸彈籃 我有默契沒有對過耶 厲害 真的耶 帶你來吃這個晚餐加宵夜了 真的 我還是覺得好屌喔 你怎麼會知道我要做這個 我不知道你要做這個 我是想做這個 好厲害喔 是不是 我們兩個 對不對 真的 會中... 果然是有默契的 光是剛剛看到這一面牆 全部都是迷人的簽名 有沒有 對 好像就缺了你的耶 我第一次來吃 所以一定要認證 你一定要來認證 真的 沒有得到你的認證 台灣的美食都比較美食了 我有這個資格 當然 Oh my God Oh my God 好吃 可是我覺得它應該這麼說 肉粥啊 其實它就是介於我們那種 南部的飯湯 跟那個... 湯湯 湯來的飯湯 一樣 湯飯 對 就是它這個米的那個 黏稠度拿捏得很好 如果說你熬得太久的話 它可能會有點像廣東粥那種 不見了 不見了 沒有米的那個頭感 米 對...就是... 對不對 就是它已經沒有了 它只吃到那個米燉出來的那個味道 對 可是如果說呢 你熬得不夠久 是 它那個湯又沒有像這樣 又沒有辦法像這樣子 這種濃稠的這種感覺 這個芋頭呢 除了你講說 芋頭可以增添口感之外 畢竟還是比飯 大概有口感一點 芋頭燉煮了之後 除了會有芋頭香之外 那個湯頭會帶一點甜味 很天然的甜味 然後再來它是香菇肉粥 它把香菇切得碎碎的 然後整鍋湯的 香菇比例是非常好的 因為有時候香菇太多會搶味 會 不時可以吃到一些肉末 你不會覺得像吃粥一樣 就有些粥是那種白粥啊 吃起來味道比較清淡一點 對... 對 然後再灑上一點那一個 那個叫什麼 芹菜... 你不覺得嗎 懂吃 你也懂吃 真的 當然 不懂吃的話 兩位這麼胖說得過去嗎 我是說壯啦 別看小小的一碗粥裡 裡面可是大大有料喔 用米粒與芋頭為基底 再加上香菇 蝦米還有肉末 經過長時間燉煮 起鍋撒上芹菜 能將一碗粥煮得如此美味 真是難得的好粥啊 真的... 我更懂吃的是 一定要叫這些東西 一定要叫這些炸物 這配肉粥是絕對是必須要有的 而且全世界都有這個 紅燒肉 全世界賣的那個... 沒錯 那我就來囉 來... 吃一塊 好吃耶 是不是 說真的啦 說真的 我其實剛... 剛看到它這個紅燒肉 它的顏色 其實跟我們一般外面吃的那個紅燒肉 不是那麼吵喜的 不是,沒有那麼... 顏色比較淡一點 顏色略淡 你就會覺得說 它會不會比較沒有味道 會有一種... 它明明叫紅燒肉 為什麼不紅呢 對,它有點... 它比較白一點 但是其實你吃下去以後 你會發現 它為什麼顏色沒有那麼深 因為老闆用的油 都是很新鮮的油 對,然後炸了之後 它不會... 因為它不會讓你的那個東西 顏色變得太深 但是呢,味道還是很棒 你吃下去以後 我覺得它那個肥瘦 老闆對於肉的應該挑選也很重要 討厭 都把人家的話講得好 是不是 因為我們想的都一樣 一樣 它那個肥瘦的比例很棒 再來 它那個紅燒肉吃進去 確實真的會有一點點酒香 是 那個紅燒 會一點點那個紅燒的那個香味 跑出來 真的很棒 好吃 這個真的好吃 這必點 紅燒肉必點 雞卷 你來,你吃雞卷... 雞卷,你吃 它雞卷那外層的皮 是薄脆的 我們今天吃了很多都跟炸肉 對...沒錯 它大部分裹粉 不管再怎麼薄 很難薄成這樣 所以我很喜歡吃 它那個脆度是... 該怎麼說 就非常脆 然後再加上 它裡面並沒有因為炸過之後 收起來很柴 然後還有一點水分 那雞卷大部分 以前那雞卷大部分是 家裡剩下的一些材料 對... 把它用簡單的皮包一包 然後下去炸 算是純肉卷 純肉卷 對... 赤肉卷啦 對,它在這裡叫赤肉卷 它其實簡單的就是加... 就是肉 大量的肉 加上一些... 應該是洋蔥沒有錯 但是洋蔥剛好又增添了它那個... 那個甜味 它的肉其實是很... 滿紮實的 但是吃起來你不會覺得說 如果說你要跟一般的雞卷比起來的話 你會覺得它那個更加厚實 但不是柴 不是咬不動 不是柴 對 它那個咬著... 你會...確實要多花一點力氣去咬 但是同時你一邊咬呢 它也會讓你感覺那種引人入勝 因為它的肉汁會一直不斷地跑出來 攝影師好像有一點在吞口水 還是我看錯了 是嗎 因為還沒吃晚餐啊 對...這個肉卷也很棒 很好吃 一樣邊邊... 一個大部分就一個邊邊 對不對 不要說攝影師 包含我跟剪接師都口水直流了啦 不管是紅燒肉還是吃肉卷 絕對是店裡熱銷排名的前兩名 紅燒肉味道絕佳 肉卷外酥內嫩 一口肉一口卷 再搭配上肉粥 你很難在這間店找到你不愛的食物 讚... 三 四 三 二 三.. 很厲害 很厲害 青花椒 鳥語醉 十四… 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晚餐間宵夜的霸主就要登場了 讓我賣個關子回來你就知道了 這就是你的晚餐間宵夜 不然呢 相當的不錯 不過我彎彎 美香刀 彎彎美香道 在周永和地區 你這樣會漏掉這一家 還推你是中永和地區的人 所以呢... 就在今夜 等一下... 你說什麼 就在今夜 我... 就要離去 就在今夜依然向你 從來人心中難過 卻不見你一人 我只能我只要請你一人 為什麼要逼我打筷子 我自從不打球 又很久沒有打筷子了 不是 我想說今晚嗎 我就要跟你們暫時分開了 然後呢 就有一點捨不得 悲從中來我就唱了這首歌 好了... 就在今夜 我即將介紹給你 中永和地區最厲害的 晚餐兼銷店 這家店在哪裡 真的是不能說的秘密啊 老闆娘一直很低調 經過製作單位一再肯求 我們才能靜電拍攝 你看這整櫃的滷味 我已經等不及要試吃囉 麻醬麵 麵 麻醬 絕對不能分開吃 我怎麼說 很香耶 這是你對麻醬的一種堅持 當然啊 開玩笑 之前有一個電影說什麼 麻醬麵 麵 麻醬要分開來 那中間啊 不可以分開 當然不可以分開 就像我跟妳一樣 不可以分開 妳吃麻醬 我是麵 自己都覺得那種 這種 對 可是說真的 我跟妳講 它的麻醬很香耶 我一直拌一直拌 那個麻醬純粹的香味 一直不然的冒出來 很純粹 對 非常Pure的麻醬 很Pure的麻醬 然後加上它的麵體 吃的就是一種記憶啊 就是一種 回憶 對 回憶 對 因為其實現在真的也很少 因為現在有些義麵啦 對... 義大利麵啦 那麵體越來越多 但是我真的覺得這 陽春麵這種白麵 就是老味道 最過癮 就是老味道 沒錯 好 我要嘗嘗看啦 過癮 吃的就是一個過癮 它不只是有麻醬的味道 它還帶了一點點大骨湯 它有淋一點 它再加大骨湯進去 對 因為麻醬嘛 容易凝固 對... 所以它加一點大骨湯 讓你拌著拌著 那個香氣就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裡吃到的 麻醬陽春麵 是跟外面不一樣的 對 我覺得就是特別的爽 爽口 然後爽快 沒錯啦 外面真的很難吃得到 這種古早味的麻醬陽春麵 麻醬香與陽春麵搭配 淋上大骨湯 霍牙霍的再用力給它吸下去 醬香撲鼻 麵條軟Q滑順 入口的爽感 會讓你停不下來 唉呃 吃麵是不滿足的 小菜呢 快來 快來 必點的就是這個 切豬腳 它其實是一整塊的豬腳 切... 蹄旁的部分對不對 蹄旁的部分 鬼褲的部分 試試一下 好香喔 微笑小嗨 好香喔 只要一看到你的笑容就知道 這東西很好吃的啊 好香喔 因為我剛剛吃的 完全全部都是瘦肉的部分 是 可是瘦很嫩 它滷的呢 其實已經非常入味了 是 但是又不會滷過久 然後讓它有那個 太過不好嚼的感覺 入味 而且軟嫩 再加上它稍微淋上去的那個 有一點點的蒜蓉醬油 有蒜蓉醬油這樣子搭起來 就是厲害了 我小孩是吃這一種蹄旁 因為它切喔 我跟你講 切多厚其實是很講究的 有時候你切很厚 老實說你咀嚼不是太容易 對 但是它切這種厚薄適中 讓你吃得到肉的口感 然後嚼起來就沒有負擔 再加上它有點帶皮帶肉 重點是它的醬料 老實說你雖然講 很簡單的說蒜蓉醬 可是我跟你講 蒜蓉醬的比例是需要調配的 不是說你去買一個現成的蒜蓉醬 它的蒜蓉醬是自己做的 那零多零少 口味重一點零多一點 口味零輕一點 輕輕點水一下 把那個豬肉的味道 跟它滷的味道 一起面融合出來 我跟你講 這絕對是滿分的豬腳 老闆這種就是 其實它就是一種心理遊戲 你知道嗎 心理遊戲 怎麼唱 就讓我愛你 你知道我最適合你 讓我 對 明年我們就要抱怨 會讓這兩個吃到手舞足蹈 可見小菜的威力 絕對不容小覷 切豬絞肉 每一桌都是可見的 因為不吃就等於沒來過這間店 肉汁非常嫩 滷汁實在到味 每一口都可以吃到肉的質感 還有入味的醬香 這種滋味 已經無法用言語形容了 聽說帶皮帶肉的部位更讚呢 我跟你說 更加肚腸 咬… 多咬幾下 你會覺得它很像那個吉利丁 火種的感覺 對… 沒錯… 還一下就融掉了 很好吃 另外聽說店裡 還有一個不能錯過的 到底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 我好期待喔 我覺得這個很厲害 你…你哪一個麵攤 陽春麵攤或者是什麼 你可以看到這種東西的 紅燒翅膀 紅燒翅膀 我喜歡吃 可是你老娘說你 我喜歡吃 來 好吃耶 這真的不能用 應該不多吧 對不對 直接用手 我說麵攤有賣這種 沒有看過 很少了… 這應該是 我會熬… 好好吃喔 你還不放過那骨肉嗎 不行… 一點都不能讓 好好吃 這麼輕易就把骨肉分離了 對 人世間最殘忍的事情就是這樣 骨肉分離 但是你在吃東西的時候 這是最快樂的 它已經滷到那個… 真的就像你講的骨肉分離 非常輕鬆 有時候我們吃雞翅膀 其實滿怕那種 你一咬… 咬不斷 你還滿厲害 我懂我懂我懂 那個筋還留著 是 然後有點偶蛋思源 對 這完全不會 它的皮啊 外層的皮 非常滑口 滑嫩 然後裡面的肉呢 也是都已經完全已經滷入味了 很好吃 而且從皮到肉 我覺得光色澤就非常吸引人 對 黃金的 黃金色的 我看你吃 看你吃雞翅覺得好過癮 雞翅這個雞 小雞腿的部分 它通常在上面那一塊 有一塊比較大的肉 通常它是最容易踩的 對 但是它不踩 對 這必須要很大的功夫 對 而且 你這樣用撕的 就把肉給撕下來了耶 隨便一拔就下來了 一拔就下來了 好誇張喔 所以 而且我自己個人 最喜歡吃那個 有菇拉把 就是骨頭旁邊的 你要稍微這樣 你要稍微這樣轉一下 對 轉一下它就 它才能夠下來了 很脆 然後那軟骨的部分 也還是很入味 所以我說真的 這個雞翅豬腳都必點 真的 它的滷 我跟你講 它 我可以叫老闆娘一聲 乳王 很會乳 幹嘛 不是乳啊 是乳 不是很乳啊 我知道 乳王 是乳啊 不是 老闆娘幾十歲的人 我會注意她的 她的乳 你自己覺得怪了吧 神經病已經想太多了吧 你居然對著我說 哪裡 我會叫老闆娘乳王 你們兩個正經一點 滷王這個名號 老闆娘絕對當之無愧 蛤 你問我在哪裡 我真的不能說 觀眾朋友 抱歉 只有請你從節目中的蛛絲馬居 去尋找這間美味的店吧 吃飽 喝足 睡夠高 怎麼樣 付完照了沒 OK了… 對… 好 OK 再次… 先走了… 先走了 小大哥